欢迎收看方方面面理财理健康 今天继续跟着我们股市的暖神 也就是国家级的基金操盘手凯哥 一起来选股 欢迎我们的凯哥 小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凯哥今天非常的暖 再次要送我们的投资人 这个好书 也就是国家级基金操盘手 他选股的交战守则 投资人你在买ETF的时候要注意 你到底是买的是高股息的ETF呢 还是高成长的ETF 那有没有两个可以都一起的 不太可能 有 例如说像我们之前讲过 00939它之前因为它的AI成分比较重 所以它会破发有一部分是因为 AI股刚好也回档了 所以这时间也许可以再看一下 是不是整个AI股又再上来 其实我认为00939还是有机会再上来的 而且再加上00940在这个地方稍微撑住它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安稳的 再来是我之前有跟雅芳提到 就是00940它并没有全部的把基金都买掉 因为它到今天应该是已经整个ready了 00940应该已经都该买的都买好了 但是它还有三成的部位没有买 其他的ETF不太一样 其他ETF都是在进场前 就已经把九成的部位都买完 只留下10个person的现金部位 可是00940它大概也知道自己的size太大了 一旦它把它全部买完之后它可能就变成 没有了 没有它只能指望别人救 它自己没有能力自救 所以它留了三成的资金下来准备什么 它已经准备要自救了 其实对 所以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它就算破发也不会太深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嘛 就是你买00930或00940 基本上你boss长期的角度 基本上它只要跌破 原本发行的价格的四个person 就是发行的票面价格的10% 你就可以再回去继续加码 我们就要延续上一次凯哥来我们节目当中 就是说你除了ETF的布局之外 你怎么样是一于三次 是 对不对 就是配息嘛 是 然后再加上一个就是资本利得 对 还有就是 价差 价差是本身就是说 个股的价差 从这成分股里面去挑个股里面这个赚价差 对 所以现在我们框柱黄色这个部分是 凯哥如果进到第二季 你意思说这些你框柱的是 有机会的 还有机会的 可是发哥这季都涨一大坡了 这个怎么讲他们大象有着跳舞了 我举一个笑话 昨天刚好群光有办一场法说会 在场就有很多的法人同意会在那里 那时候问了一下 有没有人想进去听 普遍大家都觉得说 对你拉这么高是要听什么 对啊 表示什么 表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可看性 就是一场法说会 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论坛 那基本上很多人听的就表示 这公司是有机会的 但大家都觉得说股价已经拉太高了 就表示什么 就表示相对是比较没有机会的 也就是说像群光这种 因为群光的背后主要是NB嘛 那今年其实整个NB市场是不好的 包括像人保宏基 讲到什么AIMB 基本上都是比较虚的 都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把它剔开来 所以为什么你看群光啊 投心一支买 其实外资也一直在倒 也就是说凯哥我可以把他唱吗 就是说他也不是不好 只是说他的股价或许已经有做一些反应 是 对不对 我们现在画面上可以看看是他的日线图 对 对 所以我们就看 股票基本上是要看成长性 一个股票要有成长性 它相对股价才会有后续的动能嘛 那当然你是没有成长性纯粹是因为高股息的ETF进来买 它怎么上去 它最终就会怎么滑下来 所以我们从这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这里面你找到 例如说比较有机会的 例如说我们刚刚秀的这几张 对 而且你想一件事情喔 00939也买群光 00940也买群光 那我问你后面还有谁要来买 谁要帮他抬轿 对啊 因为它是高股息的ETF嘛 所以你总是要找到下一艘大船来载这些韭菜 它才有机会再上来嘛 好 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一些 我就说你先去看 个股如果是投信在买外资在卖的 对 也许它就是 比较是 比较没有成长性啦 比较是属于高股息的 因为其实外资也是很聪明啦 就说既然你要买我就送给你嘛 因为我已经赚不到它什么价差了嘛 是 那股息其实我这一段的价差我已经赚到了 所以我就送给你们了 那从这一页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框起来的 例如说像大家现在比较 熟能想像联发科 那联发科今年主要是因为 Apple在手机这边其实卖并不好嘛 所以等于中国市场就白白的送给联发科了 所以联发科今年在中国市场的成长 相对会有比较大的成长 那大家可能会普遍会觉得说 联发科中国市场 其实中国市场也不是太好啊 那为什么 法人还在买联发科 联发科 你看联发科 基本上你要有一件想法 其实中国的手机 目前已经不是只是卖中国的本地了 他们很多的手机都是卖到海外去 所以你看现在其实三星都已经有点视为了 其实目前的整个全球的手机市场 基本上除了Apple以外 很大一块就是白牌机 所以它就给了联发科一个工程掠地的机会 再来就是因为中国市场它又在这个要排斥这个Apple嘛 所以它就会相对来讲会比较有机会 所以你看这是联发科的形态 可是它有没有比较抛媚眼的爱心 你看我们从日K来看联发科基本上是回到前高 那从我们这一张形态来看 基本上它也站上了这个短K在E150这个位置 所以基本上它还是有在往上走 我们过去节目都会讲说 这有一个短线的中值 还有一个长线的中值 那目前的联发科呢 就在短线跟长线的中值的中间 进行一个整理 所以它是还有机会再往上走的 那如果你看到自己手上的日K线 你就会发觉联发科刚回测完大量高 那当然如果就产业面来讲 其实联发科的第一季跟第二季 相对上都是旺季结束 它现在是进入比较淡季的阶段 但是这个时间点刚好也还是一个可以布局的时间点 因为长线它还是往上走的 往上走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里面还看到一档叫做经济3042 对它也是经济最大的客户呢 就是Apple跟华为 对那Apple现在是缓缓的往下掉了 对 可是华为正活过来了 一个是正进入瞌睡的一个阶段的Apple 跟一个突然猛然醒过来的华为 所以它是两边都吃就对了 对它两边都吃 要注意一下我不知道这是市场上讲的 你说iPhone 16 对 是一个坦败为胜的一个关键 虽然这样讲没有错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中美在对抗嘛 所以中国它一定会让Apple进不来嘛 而且就AI手机而言其实中国并不弱喔 AI手机中国并不弱喔 对那你看经济的形态 它就是一个 你看喔 它很准喔 它刚好来到了这个什么 来到了这个高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 它这里短K碰到之后就是压力 就回测完长K的位置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长K喔 有没有 它现在是不是又站回长K的位置 所以它有机会往上走喔 你可以看喔 当它在站上117的时候 它的动能就会加强 而且经济今年除了 华为活过来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中国的电动车卖得非常好 而且经济的实应原件在 中国电动车的实战率非常的高 因为经济其实也是全球 前三大的实应原件厂 可是过去因为华为 瞬间华为就被川普给掐死了 所以那时候经济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拜访过经济 经济讲说 居然有厂商在他们的厂里面 按马表 算他们的产出量 这是谁 就是华为 华为那时候人已经进驻到 经济的工厂里面了 可是华为瞬间就被川普给掐死了 所以从此公司就变成了 变成没有人在旁边 帮他们按马表 所以股价就下来了 可是这时候的华为又再度活过来 再加上又有中国电动车的市场 在后面助阵 所以我觉得 经济是我们ETF里面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对 就是我们还可以赚到个股价差的 那我想请问 这个是在第二季 因为我们现在播出是第二季 对 是第二季可以布局 是 我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川普又当选了 当然这是到第一季以后 是是是 他是不是又来掐华为的博主 我会不会问太远了 不会 基本上华为已经 他已经有了一个护身符 就是说 因为他已经知道 川普会怎么对付他 所以他现在就是 他现在就以中国市场为主 所以 所以 就华为而言 他现在就是会排挤到其他的手机厂 这是什么 中国的手机现在都要积极的什么 往外 往外去扩张 而且啊 而且在 中美对抗里面 其实美国大部分限制的是 美国的本土市场 可他并没有办法去影响到 美国以外的市场 所以像中南美洲 其实这一些 他们就觉得说 既然你可以给我这么好用 又便宜的手机 那我为什么不用 一样啊 电动车也是同样的概念 就是 你给我 特斯拉以外 价格只有一半的电动车 我为什么不用 我当然要用啊 你们美国不要 没关系 但我们中南美洲要 所以为什么 你看很多的领主舰厂 都去墨西哥设厂 你看中的 以为他是要卖到美国去吗 其实并不是 他们就是用墨西哥 当一个跳板 攻中南美洲 哦 对 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思考的逻辑 各位很多人觉得说 你在墨西哥设厂 要进军北美 北美有川普在这里 你怎么进得去 答案是no 他们不是要往上攻北美 而是往下攻中南美 所以我们基金操盘手 就是国家基金操盘手 凯哥呢 他其实在书上 书的封面有写 他会带大家 从这个基本面到大数据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最主要是带着投资人 可以避开什么 魔障 是 然后建立长线布局 短线标股 都是用操作的一个思维 所以你只要在我们节目上面 下方留言 我们就要送三位的投资朋友 真的 你必须要看说 看说有知识 观念的正确的知识 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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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赚大钱 对 这是我们送给方方面面的读者 一个favor 好 刚刚是提到说 01940的ETF 的成分果 其实我们之前就帮大家拆解 对不对 好今天我们还有一档 最近也是大家都在谈 就是 哇 为什么大象最近都 接着 一棒接一棒的在跳了呢 其实这个鸿海啊 基本上大概在两周前吧 我也在上一个这个友台的节目 我就说 其实鸿海拿到很大的一个大单 在未来的B200的这个部分 对 但是其实整个一个NVIDIA 它目前的一个AI的Server 其实有一点点在改变 这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点思考跟想法 就是说 过去大家拿的都是这个NVIDIA的GPU 组成自己的Server 卖给需要Server的这些云端的网络公司 可是 NVIDIA现在已经是把GPU 还有后面的一些component都绑在一起 所以 有一点点从 过去的 系统厂商 可以自己主导 这个 这个 产品规格 到已经被 NVIDIA限缩规格 也就是说 过去我们一段时间都在讲说 这个Server的标准品 现在是不适用的 可是未来又会再回到标准品的概念去 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一波 的鸿海跟音叶达都这么的强 其实 这几家本来就是 标准Server的大厂 所以 现在的规格又回到原本的 类似标准规格的概念 基本上这些大厂他当然就会受惠 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很有经验做这些 标准规格的东西 标准规格的东西 所以你看 鸿海其实这一波涨非常的多 再来是鸿海本身 他的 下面的孙公司子公司 其实 大概都 整个产业里面都包覆了 就是说钢铁班的阵容 对 他整个都包覆了 所以鸿海有个 鸿海有个优势就是 他的component不用外购 所以你看为什么鸿海一拉 鸿嘴也跟着拉 为什么 因为大家在讲说 鸿嘴也能够做散热 鸿嘴也能够做饥渴 这跟其他场上比起来 他就有很明显的优势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今天鸿海虽然稍微有一些回挡 但是 目前他的形态 还是非常的强劲 那你看 我们的系统里面 鸿海是不是帮你 跟你抛了五次的媚眼 一直 一直给你媚眼 可是 你有没有买下他 你可能觉得说 海公公 海公公 海公公怎么会活过来呢 对不对 但是海公公就活给你看 对 那他从这一个大量的五日宗旨145 然后就 就往上喷发 往上喷发 那我请教你一下 之前当然是创办人郭台铭 就说他要退休的时候 对 他才要交棒 是 很多人就跳进去 因为冲他这句话 是 希望能够涨到200多 结果没有 是 那现在已经交棒了 是 那现在要怎么看 我觉得 有个想法 就是说 因为去年的鸿海的郭台铭 有介入了台湾的总统的选举之争 所以那段时间 他们的股价相对来就比较低迷 就是 因为有这个总统的issue的问题 对 那一直到他确定总统退选之后 其实他慢慢股价才活过来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郭台铭 并没有再放很大的心思 在整个产业的布局上面 那现在他就慢慢又 开始回来进来 这个产业的布局里面 所以除了 我刚刚讲到的鸿海 鸿准 其实还有一家公司 就是4958的真顶 其实也是可以留意的 因为他也是宏家军的 而且你要知道 鸿海集团里面要做主板 谁可以做 其实只有真顶可以做 对 那你看去年的伟创在长什么 去年伟创就在长主板嘛 就是因为他做出了主板 我们等一下绣出来 这是真顶的日线图 你看他昨天就爆一根大量 这根大量 我们看一下 我们换一下周K线好了 对 你看这个周K 你看他才过前面的高 而且这个量是放出来了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 股价是有量就有价 就是你要有攻击量 你才会有攻击价 那以目前这个形态 他过前面这个高 大概在接近200块这个位置 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要说更小吗 前一过的高点现在已经过 对不对 对啊 那如果是高点过了 那变成就是 算是支撑 压力变支撑 对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牢牢的抱住 因为他在没有破 如果我们讲的 短K之前 他都还会持续的往上走 这是真理吗 对 所以说如果你错过了鸿海 我觉得你倒是可以认真看一下真理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是这样的 鸿海这艘大船 它其实也不是只靠NVIDIA就可以活的 其实过去鸿海最靠的就是Apple 那Apple其实去 今年有一个很重大的讯息发布 就是它放弃了电动车 对对对 可是鸿海过去几年 它都在否 Apple的电动车正在努力嘛 所以它现在它放弃电动车 那鸿海的电动车集团 包含它去投资育龙 其实后面要靠谁撑上去 其实这是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鸿海等于一个部分要进行修兵了 但是就真理它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主要是做电路板嘛 那其实汽车用的电路板相对量没有那么大 但是NVIDIA这个电路板的值很高啊 我懂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手上有鸿海的人恭喜你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还要再去加码 期望它涨更多 在这个时候你如果从产业 特别从电动车这个部分去切入的话 你可能稍微保守一点 你还不如去找它旗下的真顶 是 对我觉得鸿海这边当然你有 你也可以持股续报 所以我用本一笔去算的话 它不能够到超过200多吗 真的 我觉得很难讲很难讲 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支撑位置在145 所以这个支撑位置会一直往上跳 那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注意 它只要不破短期的均价 基本上鸿海我觉得是可以去报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比较笃定一点 我觉得你就可以去买真顶 明白 不然因为外资现在也把它上修到180几 是啊 但180几其实也没有很远 因为鸿海的这个骨架 它就顶多就在两根而已 对 OK 好 这样子大家就非常的清楚了 大象会跳舞 是 那钢铁班的阵容呢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凯哥 其实暖神呢 也是我们国家基金操盘手 他对基本面这块是非常重视 也非常有研究 所以今天节目最后 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我们国际投资大师 应该是说是原物料是不是 是 他自己也琢磨在原物料大师 罗杰斯 他说呢 你可以整天做各种投资 但除非基本面是对的 否则 你不会有什么收获 这句话一定是对的 但是 但是 但是你还是要强调就是 你还是要抓对股价的形态 是 对 因为抓对股价形态也对的情况之下 你才能够 诶 怎么样 就是 鱿鱼得水 对 好 那凯哥在这本书里面就说 他是要教大家怎么调理 是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方方面面呢 都能够面面俱到 是 就如刚刚我们凯哥跟大家分享的 好别忘了喔 要给我们方方面的节目是按赞 订阅跟分享 非常谢谢我们的暖神凯哥 精密的解析 大家今天应该很有收获 哎呦 不敢买红啊 但是还有更好的选择喔 方方面面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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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